活動現場排隊人潮滿滿 有人自備椅子 有得直接洗地而坐 新竹新埔政公所 九號晚上舉辦中秋晚會 摩采抽大獎 不少民眾滿心期待 但卻被質疑 這活動有黑箱作業 有民眾破文寫下 看看這幾張摩采 卻明明上面中獎號碼不同 上頭怎麼都是 同一個里長的名字 而且還都是連號中獎 抽到實在機率太小了 太渺茫了 實在很不公平 一個家庭只有一張摩采券 你摩采券 你全錄都是你 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不要一組就好 都沒有人 反正我這八千塊也不為過 我不在意那八千塊 里長喊冤 情緒好激動 翻開一張張存根簾 指著抽獎者的名字 急忙解釋 原來因為活動現場 如果中獎 一定要當事人在才能兌現 不過有些年紀 比較大的長輩 沒辦法出門到現場 里長就伸出援手 雖然摩采券上 寫的是他的名字 但存根簾上 通通有標注清楚 為的就是替里區長者代表領獎 政長強調中秋佳節舉行熱鬧晚會 一定公平公正 中獎只憑運氣 只是沒想到里長 原本為長者服務的一番美意 因為運氣爆棚 連中八獎引發爭議 三線張號一問 連新主採訪報道